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,是一个妻子,在分配养老前的时候,给自己亲妈八百,却只给婆婆三百,这让得知真相的丈夫十分愤怒,两人还为此数次争吵,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,但妻子这么做似乎也是有原因的。 接下来,让我们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,江先生是两年前结婚的之前一直在附近的工厂里,做工。 每月才几千块钱,因为大龄未婚,家里很着急,便给他介绍了一个二婚女子,虽然是二婚,但能结婚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江先生和妻子结合以后,便换了工作,想要多赚钱,他跳槽去了附近船厂,成了一名汉工,工作很忙,需要白夜班颠倒,昼夜,不停地干,虽然辛苦,但赚了很多,每月最少,也得有一万三四。 江先生是个很负责的男性,他把这些钱,全都交给妻子,打理,自己则一心扑在工作上,妻子虽然是二婚,但却很贤惠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只是在财产上从来不跟江先生透露,每日花多少钱,有多少存款,江先生是一概不知的。 但江先生每次回家,看见冒着热气的厨房,干干净净的客厅,并不担心妻子如何分配这些钱,直到有一天假日,江先生,没跟家里说,静止前往母亲的住处,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,去看母亲,母亲做了一大桌子的菜,跟江先生,唠了唠家常,随后便说,儿子,别让惠儿,给我拿钱了。 每月二百,也做不了什么。 这钱还是你们留着花吧。 每月二百,这句话让江先生大吃一惊,他记得当初问过妻子,妻子说,每个月会,拿一千块钱作为父母的养老钱。 后来,也没多说,江先生以为,是一家五百,和自己的母亲,只收到了二百。 难道丈母娘,有八百块钱,这样做,简直是太过分了。 江先生气冲冲地赶回了家,妻子,还在厨房,忙活。 锅炉炖着热腾腾的菜饭,也要做好了。 江先生看见忙里忙外的妻子,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口,怒火,也瞬间下降了很多。 毕竟自己的妻子没有工作,一直在家里做全职太太,想了想,自己也经常拿钱,给母亲。 可是妻子,却没余钱,这样看来,妻子多给丈母娘钱,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但是江先生气愤的是,妻子为什么不跟他说? 瞒着他的话就很令人生气了,江先生,憋着妻吃完了饭,又跟妻子说起了这件事,为啥给婆婆二百? 却给自己,亲妈八百难道,两头还分亲书吗?就算分亲书,也不至于这么过分吧。 妻子听到,江先生这么说,先是一正,随后便缓缓地说道,婆婆不是有退休金吗? 每月一千多块钱,我妈这么都没有,多给点钱这么了,江先生听到这话,火气瞬间又起来了。 她想听见的是妻子的道歉,现在反而等来的是对方的辩解,但自己一时又想不起什么办法,反驳,就这么沉默着。 随后妻子又说,你不是也有点零花钱吗? 又不只是工资,那些钱都给你妈了,不是够花吗? 江先生,这才缓缓开口,我是给我妈钱了不假,可我对你妈也没亏待吧? 她,上次生病,时不时我,带着去医院,电药费的,江先生继续说,还有当初就给了你们家十五万的彩礼,这钱去哪了? 我不知道是丈母娘花了,还是你弟弟花了,总之有这十五万,也该够了吧。 妻子急忙打断,你明知道,我弟弟不立誓,他自己都养不活。 江先生愤怒说道,那就该我养活你全家吗? 这钱,都是我赚的,我妈分的钱,反而最少,是你你怎么想? 妻子不说话了,毕竟赚钱的不是他,听见江先生这么说,他也没法子。 江先生并不想吵架,他站起来回到了屋子里,妻子也进去了,把自己的行李都给收拾好离开了屋子,转身去另一个房间里睡觉。 俩人冷战了许久,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和,甚至影响到了江先生的工作,他干活的时候,心不在焉,还因为出了错被主管,狠批一顿。 后来他越想越不对劲,明明是很好解决的事情,只要让妻子把钱给的一样多就行了,何必要吵架呢?都是成年人了。 等到回家以后,江先生轻描淡写地让妻子把钱平均给,这时候,妻子却不愿意了,他觉得自己的母亲不比婆婆,没有退休金,钱不够花,每个月的钱,必须得多一点。 俩人的商量又陷入了僵局。 不过既然出了这种事,江先生也没说什么,他暗自决定下次发工资的时候,要少给妻子点钱,果然,等到下月十号发工资的日子,江先生偷偷留下了几百块钱,然后直接给了母亲。 这让母亲很惊讶,他说钱已经够用了,何必再拿这么多呢? 可是江先生不许坚持要这样,妻子虽然没声张,也没说什么。 但俩人的暗战明显已经开始了。 因为妻子对婆婆的态度,江先生对丈母娘也十分地冷淡,简直不像个女婿,连陌生人都不如。 每次妻子回娘家,江先生一句话都不说,静静地在车里坐着,某次江先生和丈母娘都差点骂起来,就是因为某次妻子背着偷偷给丈母娘买了一套化妆品,丈母娘不知道妻子是瞒着她的。 还在她在场的时候炫耀,你看看,不愧是名牌,几千的东西就是好用。 江先生定睛一看,又偷偷用手机拍照片搜了一下,那套化妆品居然有近三千元的售价。 联想到自己母亲还在为了买一袋苹果而纠结的过往,江先生勃然大怒,在丈母娘面前又不好发作,只能是愤愤地说,这么大岁数还用化妆品别浪费钱了。 妻子绝出未来,瞪了江先生一眼,随后又把他带离了现场,江先生总算是明白了,这么多年妻子不仅每月是给亲妈八百,其他的钱也不少给,回去以后便要求查看妻子的账单。 这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这么多年里面,妻子给自己的亲妈,给亲弟弟买了不少的东西,用的都是江先生的工资。 小的诸如零食饮料,大的像是按摩器,笔记本电脑,前前后后加起来,都得有几万,随后,江先生要看存款,妻子却推诿不给炒了一架,俩人摊牌,这才看到,只有三万的存款。 江先生每月一万三四的工资这么长时间居然只会有三万,这让他十分后悔,怎么和这样的女子在一起了? 更可恨的是,趁着江先生不在家,妻子还经常把家里的东西搬去娘家,不仅是江先生的衣物,还有一些电子产品,像投影仪什么的,江先生十分生气,大骂妻子,是个吸血的人,就是个寄生虫。 但妻子却丝毫不耸,跟着江先生吵起嫁来,江先生受不了了,执意要跟妻子离婚,并且返还彩礼。 可妻子却说,婚可以离,但彩礼不能退,吵架惊动了丈母娘和婆婆,俩人赶紧赶了过来,都劝着不要离婚丈母娘,劝妻子,不要总是给家里拿东西,毕竟嫁过来了不一样了。 婆婆也劝丈夫,别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吵架,现在娶妻不容易,要是最后真离婚了难道要孤独终老吗? 可江先生的倔强劲却上来了,警告妻子不要得寸进尺,再做出这种给亲妈八百婆婆二百的事情。 这时候,两个老人也才知道,原来妻子一直这么做,丈母娘不说话了,婆婆却担心自己的儿子真的离婚,赶紧劝慰。 没事,哎呀,我有退休金,就是不给钱也够花。 妻子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,赶紧就着这件事说,你看,你妈都说,没事,你还在这叽叽歪歪,江先生勃然大怒,大吼道。 以后各管各妈,妻子也不甘示弱,俩人继续吵了起来。 最后居然闹到了离婚的地步,俩人约定好,下周三就去离婚,可是真到了那天,妻子默默地在厨房做饭,江先生也假装加班没有回家。 毕竟日子还得过,真离婚了谁都受不了。 只是江先生不再把钱给妻子管了,每月给生活费就够了,或许对他俩来说,这才是最好的选择,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一对夫妻有这样的困扰,周先生也同样被养老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。 周先生今年三十二岁,最近一件事一直困扰着他,那就是自己那五十八岁的母亲,还在外面做保姆补贴家用。 儿童位五十八岁的丈母娘,却已经住进他家里开始养老,整天听听小曲逛逛公园,好不自在。 这让周先生非常气愤,觉得自己的母亲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,跟妻子诉苦后,妻子竟怒斥。 还不是你逼得两人一度吵架到离婚的边缘。 接下来,让我们听听周先生的字数,别看我今年三十二岁了,但我也才刚刚结婚两年,现在跟妻子还没有孩子。 当初和这个妻子结婚,我本身是有点抵触的,毕竟这个妻子是二婚,有个儿子在前夫那里,长得也不是很漂亮,身材臃肿,但自己的年纪大了,也没法子再等,毕竟贫不择妻。 我们这里结婚,很难,多少个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等着,二婚女子也是十分抢手。 我能娶到,已经是不容易了。 这次结婚,也几乎是掏空了我的家底。 彩礼十五点八万不说,妻子娘家还要求在城里买房子,必须写妻子的名。 这一下子,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,父母省吃俭用十几年,辛辛苦苦存的钱,一场彩礼全没了。 又得买房子,没法,父母向亲戚朋友借了好多钱,这才给我买了个房子。 尽管父母说钱他们,还,用不着,我出力,但我还是不忍心,为了还债,我的父亲去工地扛大哥,我的母亲,先去给工地做饭。 后来又去当保姆,于心何忍,二老是为了我娶媳妇,才负债那么多,也是为了我才那么的辛苦。 于是我每个月都会给父母点钱,让他们别那么辛苦,自己也努力工作,赚钱还债。 可妻子却不愿意了,他觉得,嫁给我以后,还要跟着我还债,那怎么能行? 岂不是自己砸自己的脚? 于是大闹一场要收我的工资卡,我无可奈何,只能上交,但每个月的零花钱,我一份都不花,全给了父母。 后来,父亲因为积劳成疾,去世了母亲,仍在外面做保姆,因为我的工作,蒸蒸日上。 每个月赚的钱,也不少,妻子对我的看法,也逐渐温和了起来,还会主动给我洗衣服了。 我想着多赚钱,以后就让母亲住进来养老,谁知道,却被丈母娘劫足先登。 某天晚上下班,我回家一进门,就看见丈母娘在沙发上看电视,见我回来了。 妻子打了个招呼,丈母娘却连动都没动,我心里有点不爽,但还是不动声色,笑咪咪地跟丈母娘问好,随后回了房间里,妻子也跟着我进去了。 主动跟我说,丈母娘是过来检查身体的,因为最近身体不太好,总是头晕。 我还觉得奇怪,丈母娘每月两千的退休金,一分钱也不支援我们,整天出去旅游,要不然就在公园跟大爷跳舞,吃香的喝辣的,身材臃肿的,狠,怎么会得病呢? 但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,工作很累,洗洗,就睡觉了。 第二天照常去上班,下班回来,丈母娘仍然在家里,没有要走的意思。 而且妻子已经把旁边的房间收拾出来了,丈母娘晚上就在那睡。 对此,妻子跟我解释,是因为丈母娘想多住几天,在附近的景区,玩一玩,逛一逛等,玩够了就回去。 我沉默不语,住几天就住几天吧,别待的时间太长就行。 那个房间,我是留给母亲的,等我和母亲还玩了债,让她住进来,养老不是给人住着玩的。 往后第三天,第四天,连着一个星期,我都没见丈母娘动地方,好像就在这住下了。 每次下班回家,看见丈母娘,穿着牡丹花衣服。 臃肿地坐在沙发上,看着电视傻笑,我这气就不打一出来,我心里有点不好的预感。 这不会是要住进来吧? 可她的房子砸整,总不能把自己房子放着,不管吧,这么一想。 我还有点安慰,觉得她不能丢下自己的房子。 可越到后面越不对劲,那几天妻子,总是接到一些电话,也不知道谈些什么,几里呱啦的。 而且妻子,老是出门,假期出去的,最勤,我还以为她出轨了。 某天她又要出门,立刻就被我,拦住,质问她到底干什么去。 这一问才知道,原来丈母娘把自己的养老房给出租了,这几天挂出了告示。 很多人打电话来租房,妻子就去跟他们谈假。 不是出轨还好,但这事也很大呀,难道丈母娘,要在家里住下了? 我赶紧问妻子。 妻子也没否认说,丈母娘就是要住进来,没法子,我没搭枪,强压着火气问她,咱妈的意思是,住进来养老吗? 妻子点点头。 我不想吵架,又继续问,咱妈才五十八岁,自己又有房子,又有退休金,没必要把养老房租出去,住进来养老吧? 妻子却说,你这说的是什么话,五十八岁,岁数不小了,养个老怎么了? 我很生气,直接跟她说,什么,凭什么我妈五十八岁还在外面,当保姆? 你妈五十八岁就要住进来养老,妻子也生气了,站起来跟我喊道,还不是你逼的。 我一正,随后追问,我逼什么了,你给说清楚。 随后妻子的一番话,彻底地让我寒心,她说,没那么大的池塘,就别养我这么大的鱼,当初以为你不错,谁知道借钱买房子,还得拉着我们一家,还债,你妈做保姆不就是因为还债吗? 你要是有点能耐,还有还钱,我瞬间觉得,血气上冲,从肚子到脑门,一股,无法抑制的火气冲了上来,这力道很大。 我握紧了,拳头,妻子看我神色不对,也不跟我吵了,拿着水杯,就往客厅走。 刚才,我们俩的声音很大,丈母娘,一定是听得一清二楚,可人家,什么都没管,该看电视,看电视,臃肿的身躯,笑起来,一颤一颤的,丑恶的很。 我想,离婚,我觉得,对不起母亲,便哭着给母亲打电话,跟她说了事情的经过,向她道歉,不该为了娶媳妇,把父亲累得早早地撒手人还。 也不该让母亲这么大岁数,还在做保姆。 但母亲却一直安慰我,她说自己运气好,遇到了一个好雇主,对她像亲人一样,以后可以跟那个雇主结婚,住在一起,这样就不要住在我这了,房间留给丈母娘就行。 而且这个月攒下了五千多,欠老吴家的前年底肯定能还清。 母亲还劝我,不要跟妻子离婚,赶紧生个孩子,现在年纪大了不好找对象,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孤独终老,让我去跟妻子道歉。 慢慢地,我的火气被母亲给劝了下来,也不再激动了。 我给妻子发了消息,让她进来谈一谈,妻子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,我先跟妻子道歉,说自己激动了。 让她别在意,妻子也跟我道了歉。 我们俩终于平心静气地谈了谈,谈到丈母娘住进来的事情,我没有在反对,而是柔声细语地问妻子。 那租房的钱,是她收了吗? 可她却大手一挥,说那是丈母娘的房子,房租也是给了丈母娘。 我有点疑惑,继续问丈母娘的养老金,妻子又说,养老金是她的她自己收着,我这股火又压不下去了,愤怒地说,合着我在这紧巴巴地过日子,给丈母娘白吃白喝呢,妻子不满意了,怒斥我,什么叫白吃白喝这房子,也有我的名字,我的工资不是也贴不家用。 没两句,我们又吵了起来,妻子的一句话,彻底葬送了我们俩的婚姻。 好了,不愿意就别过了,我又不是找不到比你更好的,别跟我说什么感情什么爱,我跟前夫走一遭啥都明白了,行就过,不行,就离婚。 我心寒了,决定离婚。 妻子说啥都要这个房子,我不同意,俩人分别找了律师,最后,我赢了。 因为房子前全是我出的妻子,恨恨地带着丈母娘搬了出去,临走的时候,丈母娘还骂我说我有了别的女人,在背后到处造谣。 母亲十分生气,说我这下好了,成了个二婚的男人,年纪又这么大,找不到老婆砸整。 但我不担心。 我不想再让母亲受委屈了。 或许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吧,离婚,仅半年,我就和朋友一起,吃烧烤的时候,认识了临桌的一个女孩,她不仅不嫌弃我的二婚身份,还觉得我是个好男人,我俩没多久就确定了关系,最近想着再结婚呢,母亲,开心地合不拢嘴,对新儿媳很满意,至于我那个前妻。 她嫁给了我们这有钱的一个卖猪肉的四十岁男人,跟着人家一起卖猪肉呢,据说钱不少赚,或许这是人家想要的生活吧。 所以说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,还是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,这样不管是以后养育孩子的时候,还是孝敬父母的时候,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和想法。 同样的,给儿女找结婚伴侣的时候,也要擦亮眼睛,不能因为儿女岁数到了,就随随便便,马虎应付,不然不仅儿女后半辈子,毁了。 可能做父母的,也会受到伤害,就像接下来,要将了这个谭阿姨的故事。 六十五岁的谭阿姨,住在女婿家三年了,这三年里谭阿姨可以说是,成了家里的保姆,洗衣做饭缝缝补补,还得帮着带孙子,可女婿却时常板着个脸,宠阿姨没个好气。 更可气的是,女婿还经常郊外孙管,自己要零花钱,这不是明摆着让阿姨难堪吗? 阿姨忍无可忍,决定离开女婿家去养老院生活。 谁知,临走前,竟被女婿拦住,还口口声声要先把账结了,要不然不能让阿姨去,这让阿姨十分恼火,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。 我是谭阿姨,今年六十五岁,之前一直是在老家独居,后来老伴,去世我才去女婿家养老,如今已经三年了。 这三年里,我受尽了冷眼和嘲讽,想去养老院生活,还被女婿给拦了下来,早知道一开始我就该去养老院的,其实我跟女婿的关系一直不太好。 起点,就是因为亲家母生病的事情。 以前我在家里养老,每日逛逛公园到自由自在,女婿却突然给我打电话,问我有没有时间,亲家母突然卧病在床。 现在需要人照顾女婿,不好意思地说,希望我可以去帮着伺候两天。 我心里一惊,她自己不能伺候吗? 非得让我伺候,哪有让我这个丈母娘去伺候亲妈的道理? 给女儿打了电话一问,才知道,女婿一直有这个想法,觉得我在家里闲着她和女儿,又工作忙,没法顾及到。 我觉得这个女婿肯定是疯了,后面我就直接找了个借口回了一趟老家。 不仅可以看看,以前的那些老亲戚老朋友,更可以躲开伺候亲家母的差事。 等我再回来,女婿也就没提伺候亲家母的事情了,我也终于可以继续清闲地养老。 那段时间,花钱很疯,每个月都得去旅旅游,不过女婿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不少。 但我觉得,我养老靠女儿,又不靠女婿,也就没大回事。 后来老伴生病,去世了,我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,便想要搬去女儿家里住。 对此女儿是十分支持的女婿,也没说什么,毕竟当时外孙子还需要人照顾,我去了,正好能帮着看孩子。 于是我顺利地搬进了女儿家,从此就在女儿家里养老。 一开始的那几天,我还是跟没事人一样,该吃吃,该喝喝,但女婿明显地对我冷言冷语,甚至暗中出言讥讽。 我没法子,就开始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活,比如扫扫地,收拾一下衣服,本来想着只是简单干一点,没想到,最后越干越多。 那一日三餐和许多家务都成了我的工作,女儿也没管我那么多,她觉得我整天闲着,干点也没什么。 女儿都没说什么,女婿就更别提了。 我每天干活,心里觉得很烦闷,虽然活不中,但我觉得憋屈,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手里还有俩钱,存款不多了。 但每月两千多的退休金还是可以存下来的,毕竟在女婿家里吃喝,都不花钱,女儿时不时地还给买点衣服,日用品什么的。 于是我把我的退休金和存款都存了起来,一分钱也不往处拿,这不是小气,而是人老了,得有个依靠,钱就是我的依靠,要不然人心隔肚皮,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。 大概是因为我把自己的退休金和存款都拿着,一分钱也不往外面拿,女婿看我的眼神又开始锐利起来,每天板着个脸。 像谁欠他几百万一样。 而且最让我难受的是,我的外孙子突然有了变化,才六岁的他居然学会了要钱,有时候我在沙发上躺着玩手机,他拿着我女婿的手机过来,用稚嫩的童声跟我说,姥姥,我要买这个,你给我钱。 当时女儿和女婿都在旁边听着呢,我怎么好意思拒绝,没法子,我只能是给女婿把钱转过去。 我转钱的时候,女儿还跟我客气,说不用,但女婿就在旁边假装玩手机,什么也不说,最后钱我还是转过去了,外孙老师怎么搞让我很难。 后来我只要看见外孙拿着女婿的手机,我就假装睡觉。 也就不用给他买什么东西了。 可是,该来的总会来送外孙去上学的时候,他会拽着我买这个买那个。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,以前孙子买东西从来不管我要,如果没人叫的话,怎么会这个样子。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,某天我正在家里看电视,外孙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,开口就是,姥姥,我想学游泳,你给我四千报班,我心里一惊。 顿时觉得,几倍发凉当时,女儿不在家里,只有女婿和外孙在,我决定不当这个冤大头,便平心静气地跟外孙说,乖乖咱不学游泳,下水里多危险。 从那以后,我总算是知道了,女婿这是看不惯我一分钱不拿,觉得我在家里,白吃白喝,但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,我的钱是一分不拿的,现在就对我这个样子,我手里有钱,还可以另做打算,要是没钱呢,还还不知道的什么样子呢? 虽然女婿如此,但女儿对我还算不错,只不过她工作太忙。 有时候,也懒得管那么多的事情,我和女婿的矛盾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 女儿能装着,看不见,我却不能不理,女婿整天一下班就阴沉着脸,说话都带着呲,让我这心里时不时地难受一下,这谁受得了啊。 我真的不想在女婿家里住了,可是又没地方去,没法子。 我也想好了,大不了去养老院,别的地方,不收我,养老院,还能不收吗? 那个时候,我也攒了一点钱,后面女儿给我的钱,我全都攒了起来。 自己的退休金,更是一分,不往外面拿,我甚至当着女儿女婿的面说,我现在呀,是一只铁公鸡,一毛不拔。 谁也别想往我这拿钱,我的钱,我活着的时候,是我的,我走了以后,就是你们的了。 正因为我说了这番话,外孙也不再向我要钱了,虽然还是被人冷言冷语,好歹,我也不觉得很亏,家务,也不怎么做了,如果一个人努力生活,还是要被针对,那还不如不什么都不做,还能让自己舒服一点。 我已经有了计划,就是先攒钱,攒到一定的树木,再去养老院,在养老院里自由自在的。 也不用接受女儿女婿的冷眼。 等我终于攒好了钱,已经是三年后了,其实,我还是打算再攒一段时间的,只是因为,那段时间,女儿和女婿吵架吵得很凶,我也不愿带着了,便决定赶紧离开。 提前一天,我找到了附近的几所养老院,了解了里面的一些价格和情况,选择了最合适的那个,决定过几天就走。 其实我的存款,不多,最多能让我在养老院住三到四年左右,那个时候,就得靠着我的女儿了。 我倒是不担心,女儿对我很孝顺,会给我钱,让我继续住在养老院。 在我即将走的,前一天晚上,我找到女儿女婿,跟他们说明了我要去养老院的事情。 女儿显得十分惊讶,问我,为什么突然要求,女婿,则很冷静。 我甚至能观察到她微微的笑容。 女儿知道我要走,也明白留不住了,便问我,妈,你需要多少钱? 养老院的钱,我们出点吧。 我心中窃喜,要真的是这样就好了。 谁知道女婿听到这番话,直接回到了房间里,还拿出了一个账本。 女婿开门见山地说,妈,您走也可以,但得把账先给结清了呀。 我瞪大了眼睛,问她,什么账啊? 你还给我,记着账呢? 女婿说,是啊,这么多年,您一份钱不拿也就算了,那账总该结一下了吧。 说着就开始念了起来,休雅两千,体检六十七,买了礼品,送亲戚二百,女婿洋洋洒洒一通念下来,我居然还欠了女婿一万六千多。 女儿听到女婿这么说,立刻训斥,你怎么还管我妈要钱,赡养老人不应该吗? 女婿立刻反击,你见过六十多岁身体健康,要赡养的吗? 再说她一分钱不拿,没事,还管我们要钱,我也管她要点钱怎么了,女儿和女婿就这么你一句,我一句地吵了起来,我赶紧劝她们别吵了。 我去养老院一分钱也不用她们出,女婿听到我这话,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我这才明白,原来女婿记账,就是为了要赌我的嘴,让我以后没法子要钱,没想到居然是这种结果。 我无话可说,收拾东西准备住进养老院。 说真的,我一直都在追求自由自在,但人老了就不该要自由,不然岂不是遭人厌烦,最后也会呆不下去。 或许从一开始我不愿意帮女婿伺候亲家母的时候就注定了,我在女儿家是呆不下去的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